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农历新年期间 关于中国的各种时政新闻基本就停摆了 但是对于西方各国来说 没有农历年的概念 尽管在加州已经通过把农历年作为法定节日 而且美国纽约州的众议员孟昭文 已经提案要把农历春节 作为全联邦的法定节日 这样的话所有的美国人也可以一起 在农历新年期间 happy一下多一个节日 当然也有一些网上的 中国的爱中国文化的人士 要把Chinese New Year和Lunar New Year 要争一争 变一变 但是我觉得还是用农历新年这个说法比较好 毕竟越南人 韩国人他们也要庆祝这个年 那么你把它叫中国新年 大家似乎就引起纠纷 不happy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 这个第二期节目说什么呢 说这个俄乌战事 俄乌战事我们知道啊 这个乌克兰 乌克兰缺少重装备 缺少重装备 所以面对莫斯科的所谓的坦克洪流 他们只能用什么 面对莫斯科的坦克洪流 还有这个飞机轰炸 他们只能用标枪导弹和这个毒刺导弹 兼航式的单兵武器对付 那么这个可以持之对方的进攻 甚至呢 有效的抑制住对方的这个坦克流 飞空中掩护 但是呢 要实施大规模的地面攻击 那还是需要主流的战机和坦克的 那么在这方面我们也知道呢 整个北约系统莫中一世 那么美国和波兰是一方 那么德国法国是另外一方 但是这个阵线呢 也经常在变动之中 在过去的时候呢 美国希望提供美国的战机 希望这个波兰他们提供米格 先进的米格战机给乌克兰 但是呢 要通过美军基地转移是一个问题 那么关于坦克 也是这么一个事情 坦克呢 就是在欧洲呢 主战的坦克呢 是德国的暴使坦克 那么要提供暴使坦克 德国 要经过德国的同意 但是呢 德国就说 美国不提供 我们为什么要提供 所以关于这一块呢 就是一个纠结啊 大家都在推推嗓嗓嗓 那么最新的消息呢 是波兰的总理 叫做莫拉维茨基 他说呢 波兰将请求德国 允许向乌克兰 派遣暴使坦克 他说呢 华沙正在准备 派遣暴二坦克的国家联盟 要组建一个 这个拥有鲍尔坦克的 这个国家 主要是东欧国家 把这个鲍尔坦克呢 提供给乌克兰 同时呢 可能会得到 更新式的美式装备 但是他说呢 如果说柏林不允许 华沙也会自己做出决定 波兰总理穆拉维茨基 说什么呢 即使最终我们 没有获得许可 我们这个小联盟 即使德国不在这个联盟中 我们也会将我们的坦克联 同其他坦克一起 交给乌克兰 那么德国迫于压力呢 也将向乌克兰提供 鲍尔坦克 以帮助这个乌克兰 与俄罗斯作战 那么鲍尔坦克呢 被认为是世界上 性能最好的坦克之一 乌克兰的总统办公室主任 安德烈 伊尔马克 在Telegram上发文 说我们需要坦克 不是10到20辆 而是几百辆 我们的目标是恢复 1991年的边界 并惩罚敌人 将为他们罪行付出代价 所以91年的边界 就是要收复克里米亚 不仅要收复乌登地区 乌东地区 那么这么一个情景呢 在上周举行的 50国防长会上呢 德莲斯基总统 也表示 我愿意几百次感谢 但是如果说几百次感谢 也抵不上几百辆坦克 那么德国的外交部长 贝尔伯克星期日表示呢 波兰尚未正式请求 柏林批准 但如果我们被其要求 我们不会阻挠 这是德国外交部部长的看法 那么贝尔伯克 在欧盟外长会议上说 重要的是我们作为国际社会 尽我们所能保卫乌克兰 以便乌克兰取得胜利 并再次获得和平与自由生活的权利 那么他就这个 暴二主战坦克呢 拒绝发表具体的评论 在上一周 西方盟友50国防长会议 承诺为乌克兰提供数十亿的武器 但是呢 没有能够说服德国 取消对提供暴二主战坦克的否决权 这些坦克呢 是由一系列北约国家持有 但是呢 向乌克兰供应需要得到柏林的批准 而暴四坦克呢 被国防专家认为是 目前最适合乌克兰的武器 那么之前呢 德国总理舒尔茨和这个 国防部长皮斯托留 托留斯啊 都说说 不会在美国不提供美式坦克支的情况下 向乌克兰提供德式坦克 那么呼吁啊 这个向德国 德国向这个乌克兰提供暴四坦克呢 还有那几个国家呢 爱沙尼亚 立陶宛和拉脱维亚 波多利海前三国家 前苏联的三个共和国 那么他们说呢 因为德国作为欧洲大国 在这方面负有特殊责任 那么在周六的时候 他们在德国拉姆斯泰因基地会面 但是呢 这个德国的没有同意交付这个鲍二主战坦克 那么德国的国防部呢 否认德国单方面反对将这些坦克交给乌克兰 但是呢 他说呢 如果盟友达成共识 德国国防部呢 会迅速采取行动 我们上面说 波多利海三国呼吁德国加强领导 把这个 就是加强领导力啊 把他的主战坦克 允许派往这个乌克兰 爱沙尼亚的外长在推特上说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外长 我们呼吁德国立即向乌克兰 提供暴视坦克 这是阻止俄罗斯侵略 帮助乌克兰 迅速恢复 欧洲和平所需 德国作为 欧洲的领头羊 在这方面呢 负有特殊责任 这意思要 要领导要到位 那么 舒尔茨呢 也表示呢 德国总理舒尔茨 他在这个索邦大学 庆祝战后 德法合作60年的 讲演中说 只要有必要 我们将继续向乌克兰 提供所需的一切支持 作为欧洲人 要共同捍卫我们的 欧洲和平选项 项目 所以这个相当于 半推半就 也就同意了 他就说 乌克兰所需的一切支持 如果大家都认为 乌克兰急需的是鲍尔坦克 那就德国一家 不这么认为吗 我看这个也是很难坚持 那么同时呢 英国的外交部长 克莱夫利 在周日也表示呢 英国希望达成一项国际协议 向乌克兰提供 德制的坦克 那么 他说呢 我希望看到乌克兰配备 向鲍二 以及我们和其他人提供的火炮系统 我们将继续与北约盟友对话 以推动向乌克兰捐赠最好的军事装备 帮助他们抵御这场野蛮入侵 同时呢 英国前首相约翰逊 鲍里斯约翰逊 也访问了乌克兰的小镇 波罗江卡 他说呢 乌克兰的苦难已经持续太久了 说结束这场战争的唯一途径 是让乌克兰获胜 而且尽快获胜 现在是加倍努力 并为乌克兰提供实现这一目标的 所有工具的时光了 他补充说 普京越早失败 对乌克兰和整个世界都越好 同时呢 我们根据美国之音的一个报道说呢 德国的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 驳斥了有关德国正在阻挠 向乌克兰提供关键军事装备的说法 他说呢 德国国防部已经获得命令 这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叫获得命令 不是德防部自行启示 为可能到来的那一天做好准备 那么这个50国的防长呢 在德国的拉姆斯特因红军基地呢 在那开会研讨 要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的问题 那么这也不是德国第一次 在军援乌克兰问题上 持余不绝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啊 德国最早的对乌克兰承诺啊 大概是5000顶头盔啊 这已经成为史诗级的笑话了啊 但是呢 大家也观察到啊 舒尔茨总理呢 基本上都是先拒绝 最终还是同意啊 比如在1月初啊 德国同意向乌克兰提供40艘啊 40辆这个黄右步兵战车 那呢 之前呢 他一直是拒绝呢 最后多国压力之下 那么这一次也是啊 就是呃 鲍尔坦克上 那么舒尔茨呢 一直是说 如果美国要提供他最先进的 阿拉阿布拉姆斯啊 坦克啊 我们才会提供啊 那么即使是波兰西班牙 芬兰等欧洲国家都主动 愿意把他们的鲍尔送给乌克兰之后呢 德国依然拒绝啊 那么之后呢 美国法国乌克兰啊 等各国啊 现在加上了法国 都在做德国的工作 那我们也知道 英国啊 已经啊 要提供啊 一个坦克连的啊 这个装备啊 就是英制的啊 坦克 那么美国啊 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呢 美国不愿意向乌克兰提供 艾布拉姆斯坦克的原因呢 是这个坦克比较复杂 学习这个坦克 需要较长的时间 而且呢 这个坦克的能耗和维护费用昂贵啊 乌克兰没有这个能力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托词 为什么呢 既然 舒尔茨总理已经说了 你 你给 你给提供 美式的 最先进的 艾布拉姆斯坦克 我就提供这个鲍尔坦克 这就 就是说 是一个政治上的形态 你用技术原因 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显然说不过去的 哪怕象征性的 提供几辆 那么德国就有一个台阶下了 他就可以给俄罗斯人说 你看美国也提供了 那么 观察家就认为呢 德国最终还是会同意 还是会同意 那么多种迹象显示呢 俄罗斯正在为一场大战做准备 那么目前呢 德尔坦克是 德国的鲍尔坦克呢 是最合适的一个重型武器 将会对乌克兰取得战场优势 发挥比较大的作用 那么美联社说呢 舒尔茨之所以迟迟不愿意提供这个坦克呢 是担心北约直接参战会造成战争升级 他在这个达欧斯论坛上 曾经列举了德国援助乌克兰的武器 称之为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深刻的转折点 说到这个深刻转折点的时候 不得不让人想到亚洲的日本 这个这两个二战的所谓的法西斯战败国 经过这个俄乌战争之后呢 经过台海危机之后呢 似乎都开始重新动员起来了 那么也有反对者 欧洲也有反对者 欧洲的这个保加利亚的总统 鲁门德拉夫 他就说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是用汽油灭火 这意味着更多的受害者 他还说呢 保加利亚不应支持乌克兰的冲突 他说乌克兰的对抗变得更加激烈 规模扩大 这将导致全球灾难 同时呢 理所当然 俄罗斯也反对了 俄罗斯的这个杜马 就是下院主席呢 称西方国家向乌克兰运送重型武器 将导致全球灾难 他说呢 这个 北约和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 正在将世界引向一场可怕的战争 他也是在Telegram上 发信息 说如果华约 如果北约和华盛顿 提供用于袭击平民城市 并试图夺取我们领土的武器 正如他们威胁的那样 这将宿租更强大的武器 以采取报复措施 现在比较难 比较痛苦的一点 是所谓的克里米亚和乌东 乌东两四周吧 乌东乌南四周 已经被俄罗斯宪法定义为 俄罗斯的土地了 那么像扎波罗热 还有这个乌东的 这个顿捏茨克 等四周 那么 他同时还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下院的主席乌洛金 还说什么呢 关于何大国以前 没有在局部冲动中 使用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 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这些国家 并未面临其国家 人民和领土完整 受到威胁的情况 那他这个意思也就是威胁了 因为你如果乌克兰要 这个收复 克里米亚收复乌东乌南四周 这就是什么 就有可能引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那么这个隐含呢 就是战术核武器 战术核武器 那么同时呢 普京的这个亲密盟友 梅德威杰夫 他说呢 向乌克兰运送重型武器 是旨在摧毁俄罗斯 这是俄罗斯的前总统 梅德威杰夫 现在的国安会的副主席 那么主席呢 就是普京了 这是应该是他最 最紧密的合作战友 那么他也是在 Telengram上发文 说在德国这个空军基地 举行的会议 以及为基辅安排重型武器 表明我们的敌人将无休止的 试图让我们疲惫不堪 或者更好的摧毁我们 而且他们有足够的武器 而且呢 如有必要 他们将开始生产新产品 因此呢 不需要存在幻想 他说呢 有此的结论是 除了处境艰难外 如果冲突旷日持久 美国及其盟友将结成 新的军事同盟 那么这个是关于 波兰等东欧国家 要把他们 北约国家 北约的一些国家 要把他们手里的 这个暴使 暴使坦克 德制的暴使坦克 提供给乌克兰 加强乌克兰的地面作战能力的 这么一个大国之间的 纵横百合 这种博弈 那么我们看到德国 一步一步的 卷入这个战事中间 似乎这个压力也是巨大 压力巨大 另外一个呢 这个乌克兰战争呢 已经过去十一个月 到下个月就十二个月了 那么 这个战争的伤亡 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根据挪威有一个最新的估计 说俄军呢 有十八万人死伤 那么这个 他们公布这个数据呢 说俄罗斯在乌克兰死伤 十八万 那么乌克兰呢 有十万军人死伤 三万平民死伤 这是两个数据 一个俄罗斯的 一个是这个乌克兰的 这是由挪威国防部 国防军的这个司令 公布的 那么挪威国防军的司令 叫克里斯多夫森 他是在接受 TV2的电视台的采访时说呢 说俄罗斯的战损 接近大约十八万军人 死亡 或者受伤 但是他也没有说 他这个数据 是从哪出来的 同时他说乌克兰战损 可能超过十万 军人死伤或受伤 此外呢 乌克兰还有大约三万名 居民 在这场可怕战争 丧生 那么挪威呢 他是领土是 接壤俄罗斯的 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就是NATO 从49年成立以来呢 他就一直是 北约的成员国 那么这几个月呢 莫斯科和基辅 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 都没有提供各自的战损 各自的战损 提供可靠的数据 这是新闻界认为 他们提供了一些数据 完全不可靠 那么去年的11月 也就是战争 进行到9个月的时候呢 美军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米利将军透露 俄军的杀亡 超过了10万人 那么乌克兰方面 也有类似的数据 那么这个应该是 不管是挪威也好 美军也好 我相信他们的数据呢 应该是来自于一个共享的 共享的系统 就北约系统 所以我们 挪威方面 挪威的国防军司令的 这个数据 也可以视为 北约现在掌握的 德乌战争以来 俄方和乌方 这个战损 一个实际的一个情况 好 这是今天节目的第二部分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 转发 订阅 再次也感谢节目导播 一会儿呢 我们进入节目的第三部分 我们跟大家谈一谈 企业家的润血 企业家的润血 那么 外资和民资 民营企业 谁更信任习近平呢 谢谢您收看民进火拍 敬请您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并分享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 超级感谢 支持我们 欢迎订阅